哈喽 谭剑慈哥哥你好 你好 我好想叫你沈亿哥哥哦 想问问谭剑慈哥哥 今天晚上跨年晚会将会表演什么节目呢 我会表演我从来没有表演过 首演的我的新歌 I'm good 我知道我有在微博上看到这首歌 白天发布的晚上就首演了 是的 献给了我们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所有的观众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先听一点点呢 当然没问题 谢谢 I'm good They know what's in me waiting I'm good 与生俱来的自信 I'm good 抓住每一个奇迹 世界无限的未来 哦好听好听好听 我感觉是一首快歌是不是 是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创作这首歌过程当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有趣的事情是跟我的朋友讲了一下我这首歌想要表达什么 然后大概就是歌词里面会提到很多像我是个演员会提到我的演戏 也会提到我的很多 听了你就知道了 非常非常期待 2022年即将过去了 谈这次哥哥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很多啊 当然我觉得即将要成为最难忘的就是今天晚上我的新歌要首演了 在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 2020最后一天首演新歌一定会成为这一年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那还有什么新年愿望快跟我们讲讲吧 新年愿望就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然后工作也要很顺利 然后最关键是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更好的心知所向 我知道谈建次哥哥跳舞也非常厉害哦 谢谢 那可不可以用三个动作来表达一下2023年的期待 那2023年我首先第一个动作我觉得应该是让世界充满爱 第二个动作就是每个人都身体健康 第三个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飞跃起来 飞跃进2023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要问谈建次哥哥 2023年有没有开演唱会的打算 有这个打算的 有在计划当中 好接下来有请谈建次哥哥在旁边的盒子里边 进行一个抽词造句挑战 请选择一个为我们观众来赢取新年福利 后来 后来 请用后来造句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 如何去爱 哦 不只是说的原来是唱出来的 谢谢谈建次哥哥挑战完成 那现在请为我们抽取整点好礼 好快告诉我们我们的观众会获得什么奖 哇 一百份四百元现金红包 哇 谢谢谈建次哥哥的抽取